这才是糖醋鲤鱼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易 今天跟大家分享糖醋鲤鱼的家常做法 色泽红亮,外酥里嫩,酸甜可烤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教你详细的做法,喜欢的赶紧试试 首先准备一条鲜红的鲤鱼宰杀清洗干净 准备点小料,生姜切成末,用来炒汁的时候用 各位好朋友,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碰的大拇指和五角形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感谢您的支持 再切了姜片和葱白对,切好放入碗中 放入适量的盐,料酒稍微多一点 少许的清水,抓拌均匀,液出姜葱汁,用来烟鱼用 去腥真香,效果最好 现在鲤鱼的尾部和头部这个位置,各切一刀 用刀像这样拍一下,去除鱼肉里边的这根新鲜 据说这根新鲜非常的新,其实我觉得去不去鱼肉该新还是新 接下来给鱼身两面均匀的打上划刀 一般是两个手指头的宽度 先直刀下入,再平刀向前片 在鱼肉片开过后,在中间像刀这样划一个小口 这样在炸汁的时候受热均匀,成薯块,成型好看 可以看一下这个改刀的成型效果 然后放入盆中,放入提前也好的姜葱汁 反复地抓揉几下 抓拌均匀,先腌制10分钟 这样更能去除鱼的腥味 下面来获炸鱼的糊 盆中放入脆打粉稍微多一点 今天这条鱼2斤左右 放入脆炸粉150克 鸡蛋一个增加鲜嫩的口感 放入清水,然后向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或这个腹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稠 或是成酸来撞即可 放入色拉油搅拌均匀 可以使炸碎鱼肉光亮好看 而且还更加的酥脆 接着把腌好的鱼放入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用毛巾或者是厨房用纸 尽量把水分蘸干一点 这样在上浆的时候更容易挂上面 把鱼放入腹中 把腹像这样均匀地涂抹在鱼身的每一个部位 一定要抹匀,要不然炸出的鱼口感不酥脆 而且成型还不好看 起锅,把锅烧干,倒入干净的色拉油稍微多一点 让油温慢慢升高,先来对个料汁 切好的姜末盆中放入番茄酱稍微多一点 放入适量的盐调底味 糖醋鱼是大酸甜口 糖和醋的比例根据个人口味而定 糖稍微多一点,醋稍微少一点 料酒稍微多一点,去形增香 再放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搅拌均匀备用,继承糖醋汁 这个是我才削涂的时候一个老师傅教的 不过现在的糖醋汁也有其他的调制方法 味道也不错 做这个菜,油温一定要烧高一点 烧至六成热,开中火 然后下入鱼,像这样,先头部朝下 用勺子先把油浇在鱼身的两边 让其快速地定型 定型后再放入油锅中 饭店做法在这个时候为了让鱼身定型 不过今天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 不用那么麻烦,搭酥就行 在炸汁的时候,用热油浇在鱼身的两面 让其受热均匀 一面保持中火,炸汁三分钟左右 再翻面炸另一面 翻面保持中火,再炸汁三分钟 糖醋鱼吃的口感是外酥里嫩 必须得炸两次 翻面炸至三分钟,然后捞出控油 用密漏打去油里的热,烟火炸汁不要 等油温升至六成热 开中火,再次下入鱼 再炸40秒钟 炸至外表焦黄酥脆即可捞出 锅中留少许的油,下入提前兑好的料汁 用勺子推动,让味道更均匀 烧开后用水淀粉勾芡 熬自酱汁,沿稠起鱼眼泡 放入适量的热油 可以使酱汁看起来颜色更加鲜亮和食欲 接着把炸好的鱼放入盆中 加入熬好的糖醋汁,美味集成 这个菜一定要趁热吃,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浇完之后再放入葱花芝麻,增加香味和颜色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水果里都可以 这样一道酸甜四口老少介意 堪称大菜的糖醋鲤鱼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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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